我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一歲半、一個三歲 他們兩個都在Garden House 渡 我想在我的小朋友 什麼環境之下成長 就是我想他們有幸福 和快樂的童年 一個快樂的童年 其實深深影響著一個孩子的性格 和潛意識 而且也是一個有溫度 有厚度的童年 可以令他們有一個強大的心力 去面對,甚至創造未來 而這句話,在華德福教育裡 我可以實現到 孩子的成長時間很快 我外婆經常跟我們唱 童年就如痴飄過 所以 你會將孩子這個小樹苗 在教育當中如何好好根據 他們自身的發展去看護 就是我們家長的責任 很多時候,家長都會覺得 學了百般武藝 甚至擁有高分數成績畢業 就可以生存到 但是,其實無奈的是 他們出來社會之後 可能仍然會充滿挫敗感 因為他們會發現 書本上很多學了的 他們都已經用不著了 甚至最不願意見到的 是根本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夢想 甚至已經失去了自身的創造能力 全球科技發達,日新月異 我十分之相信 十年,二十年之後 很多工種已經被淘汰 很多事實證明 未來成功的原機其實在於 創意思維、開發 生活上的解難能力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能力 溝通能力 而華德福教育就好像正正 給了這個印度給我孩子 所以我為你們選擇了華德福教育 會禁止 去廚找 你 開發